就是股價這樣子無緣無故的殺下來 但是明明都有基本面來做支撐的 這反而是現在內資法人會比較想要減保的指標 那在這一波可以說是台股的大特價 那今天又是父親節八八節 八八節檔期台股的特價回跌到底要減什麼 是看D檔日K連紅的股票嗎 會不會是成為第一波的反攻部隊 目前看到了電影投控 經歷科的漲停 光通訊的股票也很多很多 因為7月份的營收出來 部分是優於預期的 像是聯軍也漲9% 那幫大家來看一下D檔日K連紅的股票 是不是做價差的空間比較大呢 3025的新通 4979的華星光 另外D檔日K連紅的 還有創為永德元相PCB的金像電 2059的川湖 那8028的升陽辦 現在有買單的敲進 它位階比較高了 因為這一波都是守在季線之上沒有破 最多也才修正到季線而已 現在往上去挑戰的是本週的空方缺口位置 8096的秦亞現在也有買單的敲進其拉IC通路商 日K連紅站上了所有的均線 所以這個也是比大盤的技術線型還要來得強的 雷老闆幫我們好好地來看一下 一些是真的跌無可跌 低檔的日K連紅 有沒有一些好股票 可能會獲得法人這個時間點的青睞呢 好那今天是88節嘛 所以呢今天呢台積電它一個回測 就是回到888塊這個附近 對所以很多人如果要買父親節禮物 可以剛剛早上有一個機會 你說買台積電當父親節禮物 沒有錯但貴了一點可以買零股就好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就是如果你要覺得說 這裡有沒有本益比被低估化 那我們首先要站在一個想法 就是說那基本面會不會被認同 就是這時候來看基本面是不是可以的 好那我們今天來看 為什麼台積電只要一跌步900之後 今天的買盤又開始湧現 那就是因為在900塊以下的時候 台積電的本益比大概是剩下16到16.5倍左右了 對如果以EPS50到60塊這附近來看的話 那如果台積電它今天已經證明跟你說 之前跌停那天813之後 大家都願意用本益比低估去買台灣最大的全子股 那在這裡止跌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開始看一下其他 如果台積電是重量級的全網 全子股的全網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比如說其他的全網 有聯發科嘛 IC設計裡面就有聯發科 那有一些高價股裡面像那個AI的 還有唯一 對那我們再往下來看 我今天給大家看幾個 就是說他在他的族群裡面相對可以代表 全子裡面就是外資會回來買的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我們這邊來看 如果台積電已經先止跌的話 我們這邊中型的全子股 我今天列了兩檔給大家 除了台積電之外大型的 我又列了兩檔 一檔是金元電 一檔是中興電 那很多人會問的老闆說 我們要怎麼樣來去泰洛劉強說 這一波反彈之後的那個後勢 就是說誰會續長 誰會長的比較長不動 那我這邊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過 昨天如果大盤是談氣氛 中小類股是談氣氛的話 或中型全子股也是談氣氛的話 那今天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去看昨天那一根 大家都在反彈的時候 它的高點能不能吃掉 前一天大跌的黑K 我們第一個時間 只能從這個時候來判斷 那如果今天早上它的開盤 又相對比其他的股票抗點的話 那我覺得這種高機率 或者是說今天有說一個小紅K的 這種高機率就是這一波反彈 主力還有食物或者是法人 它會優先進去的 那接下來你再來回看 它的本業的基本面 那我先舉個中興店這邊來看好了 中興店其實你用明年的EPS來看的話 它大概還有11塊錢左右 那你這邊去看本業比 其實就是15倍 那整個重店裡面的本業比裡面 它應該算是最被低估的 所以如果我們用本業比來看的話 你目前如果能找到全子股 它的本業比是在15到18倍 就是代表各大產業的全子股 它的本業比是15到18倍 最近的紅K收起來之後 又有吃掉昨天黑K的 我覺得相對就是強勢 好現在看到了買盤急速的拉升 除了中興店之外 早上其實還跟雷老闆開一個玩笑 說父親節禮物 當然就要看台積電的888這個數字 掛掛看看可不可以掛到 結果台積電今天最低點 早上最低真的是887 差一塊錢 現在低點的拉動之下台積電 現在佔回900了 903跌18塊錢 外資連兩天再回補台積電 那是不是多方就是要力拼守住 這個900元的整數大關呢 買單拉高股當中還有在最近業績 不錯的3036的文業 文業開始做增溫的動作了 回到了百元整數關卡102.5 那剛剛提到的這些大股票當中 重電類股是在這一波 因為全肢股有拉動一些了 特別中小型個股也很多的日K連紅了 但是在這個回頭來看重電類股的跌幅 有些甚至已經跌六折七折了 幫大家統整這個表格來看的話 像是華盛從高點跌幅有43% 四電跌37% 中興電跌三成了 雅力大同東元都跌超過兩成了 雲爆能源就算最近有跌身強談 但是波段的跌幅也有39% 升微也波段跌三成了 現在難道真的是回頭來看 這些本益比很低的股票嗎 剛除了雷老闆提到中興電 中興電目前從明年的EPS來預估的話 本益比剩下15倍而已 這或許有機會成為 法人回頭來看它的關鍵 因為7月份的營收 比去年同期也是成長 業績表現不錯 又有本益比的支撐 那從這個中興電來看的話 重電類股 儲能類股 這一波的修正這麼多 還有可能拉動到誰呢 我覺得其實這一邊 像您剛剛提到了 華盛跟四電也可以相對來關注 其實如果華盛現在市場上 大家在說 它的海外的買率比較有疑慮 就是說國外的政府 他們在跟你買的時候 會讓你賺這麼多嗎 或者是說現在大家在說 川普如果真的當選了 那它的比較支持核能的話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辦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 不用太去擔心這個議題的原因是 因為既然現在反彈 是在買本益比相對比較低估的股票 其實華盛如果用明年的EPS來看 假設如果目前報告 有的付到30到40塊來看的話 其實它也大概在14倍15倍左右而已 那主要是大家比較擔心說 它股價比較高 會不會再繼續修正 那我覺得這一邊如果中興店 這種最最低估的本益比15倍 有被帶起來 我覺得華盛跟市店後續 雖然說本益比高一點 但是也有機會跟著一起輪動 因為越到下半年的話 大家不要忘記了 其實重店這個族群 他們的訂單基本上 大家都還記得上半年 他們在講的時候 他們都跟你說 我們的訂單看到2027年 對 訂單沒有問題了 對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 如果反彈第一天是氣氛 那反彈過了兩天或三天之後 大家就會來檢視 什麼叫做便宜的基本面 所以剛剛又打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這些股票都已經跌升 跌升之後已經浮現了 他們基本面的價值了 對 好 那除了重點之外 我剛剛還有提到一本一檔晶圓店 那晶圓店現在在100塊附近的話 其實以它一年 EPS有望 比如說現在大家雖然說 AI開始可能會遞延 一到兩個月 但是我們只要想 只要有AI 就一定還是要有封測 還是要有晶圓店 它現在已經有AI裡面的H100了 那不管GP200怎麼遞延 明年GP200還是都交給它 所以我覺得封測這一塊 是EPS也是相對穩定 然後本益比也是相對比較低的 如果你一開始你想搶反彈 你想要增加你手上的水位 因為如果你手上的水位 已經是80%了 我覺得大家就不要搶反彈了 但如果你現在手上的水位 只有30%或者是40%的 你想要增加你的水位 那你又覺得說有點怕怕的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要去找這種 有EPS的 本業獲利看得到 然後未來訂單又明確的 就是說捨我其誰 就是這個訂單不給我 也不可能給其他人 那這樣子你在底部反彈的時候 你想要從底部反彈往上看 看個20% 30% 我覺得是有高機率的機會的 謝謝雷老闆早上給大家的追蹤